我們這個超審食的雁客菜 即將帶來菜品叫做 火燒大草蝦 喜歡吃蝦的朋友 不要錯過這一道雁客菜 五分鐘 進食開始 聽到 先開飛 它的這個是不是很硬 就是花很多時間的感覺 對啊 你這裡面加了什麼 酒的什麼 剛剛是加 我們加一點油 稍微煎一下 油 然後這邊我有加一點點的 香油 鹽巴 胡椒 米酒 我把它沾一下 抓一下 讓它有點味道跟香氣進去 然後用麵粉把它組合起來 裡面把味道包在裡面 對 把味道包在裡面 這是比較快速的 油溫要多少 油溫 180 我這裡地瓜 還有馬鈴薯 待會兒當作一個配料 蝦有酸味 這種一塊塊也有酸味 對 酸味 酸味 這油溫應該180左右對不對 有 180 180 180 油溫大概180左右 有一點點 很慢 來 這邊我們蝦子 所以一邊的蝦它沒有任何的抓煙 就是原味這樣下去而已對不對 對 然後這邊我們也有 蒜頭 蒜末 辣椒末 辣椒末 把稍微炒一下 地瓜跟馬鈴薯 很漂亮 漂亮 然後這邊我們用一點點迷迭香 迷迭香 好 來 這邊我們用一點點黑胡椒 黑胡椒 淋巴 這一道 這一用煎的 我們這邊先用煎的 就是比較清爽一點點 然後這一邊我們就是 酥炸的 在裡面待了很久 沒有 在裡面待的時間很久 你泡太久 兩種煎 別再 一個有煎 一個有炸 對 煎炸 煎炸的蝦 煎炸的蝦 好香 聞到味道了 然後來一點奶油 無菸的奶油 這樣只有一點是不是 最後一分鐘 再加一點鹽巴 然後最後再 我們的蒜頭 蒜頭 有烹調過的蒜跟辣椒 有烹調跟沒烹調的香氣 是不一樣的 有烹調 你看五分鐘之內是可能完成的 漂亮 好快 雙胃 安定人 火燒 來了 來了 來 安定 來 燈關 關燈 睡覺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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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還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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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這個香氣就不一樣了 真的 天哪 太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